各位好 現在我要介紹在一般的八分音符節奏裡面的一些小鼓位置的變化 它可以製造出一些演奏當中不同的趣味 特別是在一些慢歌 在像抒情歌曲 Ballad 這種歌的節奏形態本來就沒有什麼特定的限制 所以鼓手在這當中其實是蠻自由的 但是也常常會有困擾就是不知道要打什麼 因為太自由了 它沒有很明確的規範 所以說我們可以這樣說 你可能會遇到這樣的節奏 在抒情歌曲我們就這樣打 把整首歌給打完了 頂多是換一下小鼓的音色 節奏基本上形態是一樣的 打久了其實還蠻枯燥的 會聽得有點想睡著 所以說除了變換小鼓的音色之外 其實你可以變換二四拍的位置 我們通常小鼓打在第二拍跟第四拍嘛 就是一二三四 通常是這樣子的 如果我去改變它的位置 會產生一種不同的速度感 比方說拍子一樣算了 我把要打在二四拍的小鼓 改打在第三拍 所以會變成這樣子 這個會產生一種不一樣的感覺 這種感覺我們可以說是叫做 Hot Time Feel 或者是叫Cut Time Feel 意思就是說 突然小鼓改打在第三拍的時候 你會覺得原本速度 一二零感覺好像變成一半 只有六十 因為打在第三拍的那個小鼓 會被暗示成第二拍 或第四拍的位置 我示範一次喔 例如這樣子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One Two One On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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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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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